前臺綠能董作 陳祈鈺涉嫌掏空綠電 十一億弊案遭到通緝 有另一位爆料 涉案的蔡清包商 每個月匯款百萬 給陳祈鈺累積高達千萬元 甚至蔡清包商 和民進黨中指揮郭再青 涉及土地超大案 也是夥伴關係 而傳出陳祈鈺背後 還有更大咖 這如此關鍵人物 為何能落跑 陳祈鈺人還在不在國內 有沒有出境 還是已經偷渡 法務部長答不出來 全都推給檢調 若檢方真的掌握陳祈鈺的動向 為何至今抓不到人 法務部說 早就芬蘭在查 為何人還能跑掉 在黨預警還有更大咖 也準備要逃檢調 到底有沒有找過 委員有提4月25號 就芬蘭偵辦 如果有真的更大咖逃跑的話 請問一下法務部長要不要下台 涉嫌掏空11億的陳祈鈺 如今仿佛人間蒸發 就怕幕後還有引擎 記者致電視頻 限時光好台北報導